第二九题下列哪一种浓度表示法常用来描述空气污染或水污染 上课的时候课本有提到说描述空气污染或水污染常常用的是所谓的百万分点PPM 因为他们其中所含有的融质量通常也没有很多 所以用百万分之一来表示 第二九题问我们说下列哪一种浓度表示法常用来描述空气污染或水污染 我们答案选择是C百万分点PPM